《建民論推牆》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9月29號 我們今天節目開始之前 我首先要跟大家對我的節目呢做一個解釋 也就是大家看我最近這兩期節目呢 我每次這個節目標題都發不上去 也就是我用什麼標題我最終都是通不過審查 最後這個YouTube它只是默認了就是我上傳節目的鏈接 因此呢大家呢從我自己的這個提圖照片上面 通過提圖照片上面的配文呢 來了解我本期發的節目裡面的內容 因為我實在是不知道該用什麼辦法能避開這個YouTube對我的審查 那麼這種情況呢已經很長時間 經常是不是這個問題審查通不過就是那個問題審查通不過 很長時間以來呢我的這個訂閱人數一直是沒有增長的 並且呢很多評論啊點贊數啊都是有很大的數據變化 所以我就不知道YouTube究竟什麼人在裡面做這些小動作 要達到一個什麼目的?這個呢我想呢就不是我需要跟大家去評述的了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清楚為什麼美國的媒體現在被中共滲透的那麼厲害 那麼誰讓我見明做的是一個反共自媒體的節目呢? 隨著這個跟大家解釋一下大家如果看不到我每期節目裡面這個標題呢 你們就看我這個提圖的照片 因為通過提圖照片上的配的文字呢你還是能夠了解我本期節目裡面的主要內容呢 當然了我希望這個情況很快能夠得到糾正 那麼今天節目裡面的主要內容是講什麼呢? 今天節目裡面的主要內容第一呢是會談到康明凱回到加拿大後 他熱吻加拿大國土大地的一個畫面的這張照片呢是在互聯網上廣為傳播的 那麼我就想跟大家探討一下他和孟晚舟兩人誰是真正的熱愛著自己的祖國 那麼第二個話題呢要跟大家談呢就是日本選出了新首相 德國選出了新總理那麼日本的新首相和德國的新總理 他們在整個國際問題上面尤其是對中國問題上他們是一個什麼態度? 他們代表德國和代表日本將會怎樣跟中共打交道? 這是我要跟大家談論的第二個話題 那麼同時呢今天也要跟大家討論到美國參謀黨聯繫會議主席馬克米利 他昨天在參議院進行了聽證也就是參議院對阿富汗撤軍對他進行有一個聽證會 更重要的是要聽證他曾經瞞著川普總統跟中國兩次中共最高的這個軍方領導人李作成將軍 跟李作成呢有兩次瞞著川普總統的這個通話 那麼對他這個通眾們參議院給予的一個調查 這是我們今天呢都要跟大家談論到的一個話題 那麼最後如果有時間我們還會說一下特斯拉索賠的事 也就是特斯拉鬧場的這個張女士現在被特斯拉告到法院索賠500萬 好我們節目內容比較多我們一個一個來說 也就是這兩天啊在互聯網上面一直廣為流傳著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呢是加拿大被中國扣押的這個人質前外交官康明凱 在康明凱最終獲得釋放到達加拿大之後 他在機場親吻國土大地的畫面 這張照片呢在互聯網上熱傳 這一張照片我們看到了康明凱是通過這個動作表達了他對自己祖國深愛的那種情懷 也就是康明凱他根本沒有豪言壯語 他現在回國已經好幾天 他根本就沒有說出那種偉大激昂的那種熱愛祖國的這種滾燙的話語 他根本沒有他也沒有穿上一個象徵著國家的楓葉服的這種服裝 去展示他是如何熱愛偉大的楓葉國 他更沒有慷慨激昂的去朗讀他事前寫好的什麼回國感言 他也沒有受到任何一個什麼加拿大組織的人民歡迎他回來的這個列隊歡迎手捧千花 他本人走的紅蹄膽高喊著我如何愛國 他很平淡的回到了他的國家 他用親吻自己祖國大地的這個動作表達了他對祖國的一種深愛 也就是說所有的這個愛都在他自己這個動作中 對比孟晚舟嘛孟晚舟肯定又是按照中國金山榮講的贏了兩次啊 中國雙贏就是中國贏了兩次啊 也就是孟晚舟被抓中國也贏了 因為什麼美帝國主義要打擊我們 而孟晚舟已經被美帝國主義在打擊的過程中已經塑造成民族英雄了 孟晚舟回國同樣是民族英雄也就是美帝國主義不得不被我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擊敗 他最終釋放了孟晚舟所以孟晚舟英雄般的凱旋所以他贏兩次嘛 所以中共對孟晚舟的宣傳是把他無限霸告說他是反美英雄 而康明凱莫名其妙的被中共抓捕也就是他僅僅是因為他有前外交官的身份 是一個加拿大人嘛即使不抓他也抓別人嘛 也就是非常無辜的被中共當做人質關押了三年多 在一千多個日日夜夜暗無天日的生活中 康明凱終於迎來了曙光回到了他的祖國 回到他的祖國他僅僅是用這一個動作表達了他對祖國的愛 根本沒有那些豪言壯語因為中國人理解的愛國啊 你可以看到網絡上那種高喊的愛國的人最多傻逼最愛國 而且裝逼最愛國像孟晚舟就叫裝逼愛國 那麼迎接孟晚舟的那些就叫傻逼所以中國的愛國就是這兩類人組成的 一類就是像孟晚舟這一類的裝逼一類呢就是迎接孟晚舟的那些傻逼 因為你想想看迎接孟晚舟的這些人可能一輩子都沒有見過護照是什麼樣子 他們去迎接一個手上有七本護照的人 迎接孟晚舟的人絕大部分的人很多人可能是沒老婆 或者說根本就沒錢娶媳婦甚至是自己按揭都扶不起的人 他們去迎接一個孟晚舟人家在海外有兩套上千萬加幣豪宅的人 孟晚舟有幾任丈夫孟晚舟有多位兒女而迎接她的這些人 你有幾個丈夫和老婆你有幾個兒女你有什麼樣的豪宅別說豪宅了 就是一套普通的商品嗎你手戶有沒有抽夠 所以呢都是這些傻逼呢他們去迎接孟晚舟說是今晚我們都是孟晚舟 你給孟晚舟提鞋孟晚舟都不要你去把你自己比成孟晚舟 那麼孟晚舟她現在凱旋班回國這是中共特意包裝 實際上中共為什麼急劇的降溫 因為中共知道孟晚舟這次事情惹大了 一開始中共可能沒有完全了解美國會公佈孟晚舟跟美國法庭簽訂的這個協議 中共只是認為孟晚舟她不是講她沒認罪嗎 所以沒認罪現在回國美帝國主義不得不屈服我強大的天朝 屈服我無產階級偉大的專政啊 但是當中共的高級領導人當中國的所有司法專家看到孟晚舟跟美國法庭簽訂的這份協議的時候就全部撒掉了 因為美國的法庭跟孟晚舟簽訂協議並沒有刻意強調孟晚舟你必須是一個認罪書 你這個協議是首先你認罪沒有這麼去談不需要你談認罪還是不認罪 只要你認定你的犯罪事實也就是主要的犯罪事實孟晚舟全部承認 第一個就是孟晚舟她本人對銀行殺了謊也就是有電信詐騙和銀行詐騙 她撒謊就是一種詐騙第二個是完全承認SKYCON公司就是香港新同公司 是華為的子公司是受華為領導和華為直接指揮的公司 第三個就是通過香港新同公司SKYCON公司向伊朗出售了美國嚴令禁止的美國提供的芯片 美國提供的電子器材也就是說完全違反了美國對伊朗的制裁令 孟晚舟承認這幾點也就是坐實了華為違背美國的制裁令 華為違反了美國的法律孟晚舟對銀行有欺詐行為所有的這些事實孟晚舟一旦承認以後 美國是放掉了孟晚舟因為美國不在意要不要打擊孟晚舟本人而是要打擊華為 也就是孟晚舟的證詞已經坐實了華為已經違反了美國的法律 華為已經違反了美國制裁伊朗的有關法規華為已經在對世界上主要的銀行 也就是像匯豐銀行這種大銀行進行電信欺詐和銀行欺詐方面 華為已經坐實了它的罪行那麼下面也就是美國起訴華為 起訴華為呢絕不簡簡單單是對華為一個簡單的在美國什麼停供 在美國斷絕它美國繼續提供華為芯片了給它有技術服務了而是要華為賠出巨款 也就是華為等待著要被罰款幾十億幾百億美金 最終可能都不一定能達到這個效果也就是華為付出極大的代價 最終華為除了在法律上要被美國起訴之外 同時華為所做的一切這些在海外的幫助中共刺探各個國家安全情報的這些罪惡勾搭 最終都通過美國法庭的審理會把所有的事實都浮出水面的 所以說孟晚舟很快會成為人民的敵人成為人民的叛徒 孟晚舟最終被打倒的時候一定都是這一次到機場迎接孟晚舟的這些傻逼們 也就是最終就變成所謂的愛國孟晚舟的愛國孟晚舟裝逼也裝不了了 這些傻逼早就把愛國已經轉為一種仇恨對孟晚舟去發洩 這是我們看到孟晚舟對比康明凱 而康明凱沒有豪言壯語沒有去穿著什麼事先準備好的這些楓葉服去展示楓葉國的偉大 去慷慨接昂去朗讀他事先寫好的回國的這種豪言壯語 他也沒有見到任何加拿大列隊歡迎他的隊伍 僅僅是他的親人包括他的前妻都來到他的面前來熱情的擁抱他 所以康明凱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很自豪的回歸了他的國家 他親吻祖國大地的那個鏡頭讓我們深深感覺到他這種愛國是真正的放在心裡 是通過他這個行為來表達出他對祖國的深深的熱愛 所以說誰在裝誰真正的愛國通過康明凱和孟晚舟他們出獄後 他們分別回到兩個國家裡面他們所有的表現你還不一目了然嗎? 好我們談日本新首相出爐 也就是日本的自民黨要更換總裁 而自民黨的總裁就是日本下一任的新首相 這個自民黨新總裁呢昨天已經誕生了新總裁的名字叫岸田文雄 岸田文雄呢他終於擊敗了他最重要的對手何也 也就是何也呢是一個老奸巨化的親中派 何也一向呢就是跟中共眉來眼去 尤其是他自己的家族在中國有大量的企業 在跟中共勾兌的那麼多年的過程中 何也即使想掩飾他跟中共的這種他們之間的這些勾搭 他也掩蓋不了他自己跟中共早已是沆瀣一起的這種本性 所以說何也他在這個競選過程中 他親中的這個態度和立場是不可能給他獲得有那麼大的支持率的 而岸田文雄呢是被日本稱為呢一個溫和派政治溫和派 那麼他這個政治溫和派 他知道現在中美之間的關係日中之間的關係 台灣和大陸的關係所以說他本人是親台派 而何也呢毫無疑問來講是親中派 因此這個岸田文雄在整個競選過程中 他基本上來講是屬於就是縱橫派系 比較注重政策協調的一個人 他過去是被稱為溫和派 但是現在已經被稱為叫親台派 在本輪選舉中他一舉戰勝了老奸巨華的親中派的何也 他本人呢當選了這個自民黨的總裁 在第一輪投票裡面呢首先是淘汰了兩個女性的競選人 岸田文雄比競爭對手何也呢只多了一票 那麼他多的這一票呢他們本人都沒有達到就是可以法定當選的這個門檻 因此呢就會有第二輪投票 那麼第二輪投票因為第一輪已經被淘汰的那些女性競選人 他們的這些支持票呢就會轉到第二輪上去 但是第二輪投票呢很蹊蹺 因為第二輪投票岸田文雄呢他僅僅是比他第一輪投票呢多了一票 也就是從原來的256票變成了257票 那就說明了退出的這個已經淘汰的兩個女性競選人 他們所有的這些票數只有一票支持了岸田文雄給岸田文雄 在第一輪的基礎上多了一票但是何也就差多了 何也不僅是那兩個女性支持人幾乎沒有票投到他的頭上 第一輪投票支持他的人第二輪選擇不支持他 他第二輪的得票率就大為減少 比第一輪的255票一下子少到只成170票了 由於他這個170票遠遠少於岸田文雄 他這個多數票257票那麼最終岸田文雄就當選了 岸田文雄今年有64歲 他也是日本被我們稱為叫建制派人士 他支持強大的美日聯盟 立足對抗中共的軍事擴張和加強台灣和日本的安全合作 他贊同實施數千億美元的擴大政府支出的計劃 幫助日本擺脫因為疫情導致的日本經濟的低迷 在這次選戰中他展現出對中共對抗的意圖 他表示他自己當選以後 他會專門設立一個人權問題的首相的輔佐官 用來專門對抗中國人權的問題 這是他在競選之前他所表達的一個競選的主張 能不能兌現他現在上台以後 我們就看他上台以後的表現 這是日本這個新首相 我們從這個新首相基本能看到 他是模仿三倍 他有一定三倍路線的這個痕跡 當然了也有很多批評人士認為 他跟中共也有很多曖昧 這個就沒辦法了 基本上西方國家的領導人跟中共不曖昧的人很少 你無論是歐洲還是美國包括日本嘛 也就是說現在這些西方國家主要領導人 他們在當選 無論是當選前還是當選後 跟中共是完全割裂的 對中共是猛烈批判的 對中共進行是孤立打擊的 這種鷹派領導人 在整個全球國際社會 你幾乎是很難看到的 那麼現在美國政府又是拜登在執政 那麼這種跟中共綏靖和勾兌的關係 我們大家都看得很明白嘛 德國的大選也是 而且默克爾呢是希望他所在的這個黨派呢 最終能勝出 然後他的接班人能繼續呢 接替他的地位擔任德國的總理 延續他德國長年對中共綏靖的政策 當然了不是像默克爾所想的 德國人也早就對默克爾這種跟中共勾勾搭搭搭 然後犧牲德國利益犧牲歐洲利益 因為滿足中共對歐洲的擴張呢早就不滿 尤其是疫情 因為疫情對德國造成的傷害是相當大的 因此呢大部分選民沒有選擇默克爾所推舉的 他本人的政黨也好 他政黨裡面的代表人也好 他的接班人也好 沒有如願以偿當選德國總理 現任德國總理是另外一個黨派的領導人 而這個人呢雖然不是默克爾指定的接班人 但是他跟中共的關係隨經的這種政策 他本人對中共的態度以及他從過去以往 跟中共所有的合作都可以看出他不是什麼好鳥 他跟默克爾也差不多 他能夠跟默克爾能夠表現出完全不同的立場 基本上現在人家沒看出來 頂多是他維護德國的立場更多一點 維護歐盟的政策更多一點 但是對中共依然是保持一個隨經的態度 這就是現在整個歐洲和東亞 也就是日本更換主要領導人以後 跟中國所形成的一種態勢 也就是基本上全球各個主要發達國家 你們的主要領導人的更替啊 基本上很少會影響中國和他們之間的關係的 因為中共現在對全球各個發達國家捆綁的太厲害了 所以說呢現在世界各個民主發達國家 大部分是左派領導人在領導本國 而左派領導人絕大部分都跟中共呢就是非常的曖昧 他們彼此之間暗中有勾結 為了滿足他們自己家族的利益嘛 中共就訴訟大量的利益嘛 同時在國際社會呢他們表面上講的多麼和平多麼高尚 動不動會給本國國民和其他國家的公眾去宣傳那些美好的語言 給你畫上無數個美麗的大餅 但真正一樣也兌現不了 實際上左派最大的就是裝最大的就是虛偽 孟晚舟她口口聲聲的愛國孟晚舟就是最大的裝 我不是說過嘛中國這個所謂的愛國的就分兩類 一類是裝逼一類是傻逼而孟晚舟就是裝逼的 你看她表面動不動她要多麼愛國她要在偉大的習近平領導下 她要怎麼樣去保衛她偉大的祖國 怎麼樣成為戰勝美帝國主義的反美英雄 她實際上呢她是跟美國簽訂了承認她所有犯罪事實的協議啊 她明的知道這哪是反美啊這是保護美國 她知道她簽訂這個協議對她意味著什麼 對外面講起來好像她是愛國 實際上她內心裡面清楚的很 她這一次回國她是再也不要想再到什麼美國再到什麼加拿大去了 她是24號回到中國大陸的 26號她的兩套豪宅就在加拿大溫哥華地產 已經在網上掛牌賣她的這兩套大宅了 她是24號回到中國大陸的 目前銷售的報價她本人現在正在居住的 從這套房子裡面離開的這套 檔次高一點的這套豪宅呢 這套賣到1365.4萬加元 另外一套就是她一開始被抓的最初住的那一套呢 她也賣到了455.5萬加元 也就是孟晚舟為什麼要把這兩套豪宅賣掉 她知道她再也回不到加拿大了 她也不可能再到加拿大去享受她的豪宅了 早點賣掉吧 賣掉還可以跟共產黨表個忠心 向祖國表個忠心就表示 我呢就不回加拿大了 加拿大的豪宅我也不要了 你有本事註銷到你在海外的所有的護照 所有的戶籍啊 把你的兒子女兒所有的戶口都改回中國啊 都改回中國大陸然後就住在中國啊 海外你們就再也不要去啊 你要體現一點愛國的真實行動嘛 不過孟晚舟我就已經給她預測了她的命運 她這次回國以後就是按我多次講過的叫 侯門一入深四海 她回到中國以後她就再也沒有機會了 她就每天困在她自己她這個華為給她買的豪宅裡面 她沒有任何暴露的機會 不把她拉出來當叛徒批鬥 甚至黨國要清算她卸磨殺驢 把她拉出來什麼英雄啊就是叛徒 最終審判這都不一定了 所以說對照孟晚舟和康明凱 他們的這個愛國你從他們簡單的這個行為 也就是從康明凱她回到加拿大 她親吻自己祖國土地的那個動作 和孟晚舟她自己人剛剛走就賣兩套加拿大好歹的動作 你就知道誰是真愛國 誰是在虛偽的去欺騙草民的愛國眼淚 好我們可以談下面這個問題就是呢 美國參謀長聯繫會議主席叫馬克米利 大家都知道馬克米利呢在川普總統擔任總統期間 他曾經背著總統背著國防部的領導人 先後兩次給中國這個參謀總長也就是李作成呢打過兩個電話 電話裡面還告訴李作成美國是不會進攻你們的 美國如果要跟中國打仗要發動任何軍事進攻我會提前告訴你們 這是百分之百的叛國投敵百分之百的出賣自己的情報給敵方 所以說呢對於馬克米利這個行為昨天美國參議院呢正式舉行了聽證會 聽證會主要是以阿富汗撤軍來作為聽證的主要內容的 當然了問責的很多內容都跟馬克米利這兩個電話有關 那麼在整個會議上面呢馬克米利是為自己呢做出辯解 他表示呢阿富汗是一場戰略失敗 敵人呢在喀布爾掌權除了用戰略失敗來形容他呢 沒有什麼其他方式可以形容了 所以說他把阿富汗撤軍認為是戰略失敗 但是他說戰略程序是正確的 所以說馬克米利這件事呢他就是顛倒黑白 也就是說馬克米利講阿富汗是戰略失敗 明明阿富汗撤退是戰略成功 也就是美軍完全沒有必要繼續在阿富汗待他這個十年二十年 已經多待了二十年嘛 美軍從阿富汗撤掉完全是一種戰略勝利 美軍沒有必要一直待在阿富汗 在阿富汗一直耗費美國大量的美軍的生命 耗費美國大量納稅人的金錢 所以說戰略上本來是正確的 至於戰略程序上撤退的程序那肯定是錯誤的 所以米利把它顛倒過來說戰略程序是正確的 而戰略撤退是失敗的所以說你看這個馬克米利是個什麼東西 對於他自己在兩次跟中共共軍高級將領通電話的這個問題上面 他一直在欺騙美國工作欺騙美國的法律 他表示他通電話是得到國防部部長的授權的 川普的幕僚包括蓬佩奧都了解 實際情況是什麼呢?實際情況是佩洛西跟他兩人商量的 也就是佩洛西擔心什麼佩洛西自己是精神病 他說川普是精神病 川普精神不受控制 川普有可能去按核按鈕 所以說一定要控制川普不讓他按核按鈕 南希普洛西跟馬克米利商量以後 他們決定什麼?決定是告訴中國的中方將領 就是我們美國不可能對你們發動核攻擊軍事進攻 同時馬克米利召開了高級軍事指揮官會議 美國的各個方面軍的司令都參加這個會議 在會議上他要求所有的軍人們 所有這些指揮官這些司令們 不得執行川普的指示 如果有任何軍事命令 必須由他馬克米利他簽字以後 大家才可以執行 也就是他剥奪了川普總統作為三軍總司令的權力 這件事情完全是他跟南希普洛西商量的 以川普總統精神不穩定為理由 實際上川普的身體不要太好 川普精神不穩定 那老妖婆自己才是精神不穩定 那馬克米利才是一個標標準的出賣美國憲法的 剥奪三軍總司令權力的一個腐敗的將軍 所以說他們倆商量好了以後呢 然後最終就是馬克米利呢 自作主張給中國打了這個電話 而且呢馬克米利聲稱他打兩個電話 是得到國防部部長授權的 那麼最終美國經過調查以後就很清楚 因為馬克米利打第一個電話時候 他的國防部長叫埃斯伯 當時時任的國防部長埃斯伯 他說指頭指尾現在沒有對馬克米利講的話 做過一句話表態 也就是說埃斯伯如果同意的話 埃斯伯是肯定出來表態的 就說他打這個電話說我授權了 埃斯伯沒有做過這樣的表態 但是後一個國防部長 也就是打他第二個電話時候 當時是國防部部長埃斯伯已經更換掉了 是變成了米勒 米勒作為國防部長 他是馬上就發表了自己公開的言論 明確就告訴他從來沒有授權給馬克米利打過這個電話 所以馬克米利不是車謊嗎 馬克米利動不動以川普精神不穩定 會去按那個核按鈕 通過核按鈕就打擊中共了 造成世界上巨大的一個核戰爭 這個核戰爭給中國帶來打擊 也給美國帶來災難 因為中國也有核武器啊 中國如果反報復的話 那麼川普如果安動了核按鈕 打擊了中國 中國打過來的話 美國也要死人了 這不就是核大戰爆發了嗎 所以說他認為會有這麼一個情況出現 你覺得可能嗎 川普總統會那麼沒有腦子嗎 川普總統會隨隨便便 就下令對中國進行核打擊嗎 而且馬克米利明知道美國的軍令 他這個裡面嚴格的規定 法律裡面有嚴格的規定 總統即使是要發動戰爭 動用核武器的話 那是有嚴格程序的 這個程序馬克米利真不了解嗎 美國動用核武器 也就是可以觸發這個核按鈕 執行核武器打擊地方 當然美國是要經過非常重大非常嚴肅的決定 當然了最終批准一定是三軍總司令 是川普批准 那麼按照美國的程序 我跟大家簡單的解釋一下 也就是按照程序 比方說川普總統決定發動核戰爭 對中國某個城市對它進行核打擊 那麼川普下達這個命令以後 他這個總統首領第一個傳達到哪裡 就是傳達到馬克米利 就是參謀黨聯席會議主席者 由參謀黨聯席會議主席呢 負責把總統這個命令 傳達給第二部和第三部 因為參謀黨聯席會議主席呢 他不是軍事指揮官 他只是總統的高級軍事顧問 高級軍事參謀 他是給總統提供任何軍事計劃 軍事決策的供總統參考和下決心 他沒有權力指揮軍隊 他根本不可以調動一兵一組的 但是總統這個命令 如果要核打擊的命令 首先是交給他 也就是說川普如果簽字 第二個簽字的應該是馬克米利簽字 也就是這個計劃早就是他做的嘛 按照美國的這個法律規定 他參謀黨聯席會議主席就是總統的軍事顧問嘛 總統的軍事總策劃嘛 首先是他策劃了有這麼一個核戰爭 然後他把這個核戰爭的報告遞給總統 總統簽字以後再回到他這邊他再簽字 然後給誰呢 然後是給美國白宮就是美國代表國家 來掌控所有法律體系的這個最高的白宮的法律顧問 由這個法律顧問簽字也就是認為這個核打擊符合美國國家戰略 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符合美國憲法 首先是白宮的這個首席律師他簽字 他簽字以後這個命令才可以生出一個新的密碼到第四個人簽字 每一個人簽字以後都會生成一個新的密碼 下一個簽字的人是接到上一個新的密碼以後 才可以根據這個密碼來制定這個文件 那麼第四個簽字的人是誰呢 第四個簽字的是五角大樓 是國防部的軍事法律顧問軍事律師 也就是美國國家國防部首席軍事律師由他審核所有的軍事條例 軍事法律符合美國的法律法規符合美國在戰爭狀態下 在軍事打擊的情況下可以批准總統動用核武器打擊地方 也就是這是第四個簽字由軍方的這個首席法律顧問由他簽字 那麼這四個人全部簽過以後最終這個新生成的密碼才轉到第五個人 第五個人是誰?第五個人是參謀黨聯席會議的副主席 參謀黨聯席會議副主席他是執行打擊按這個按鈕親自操作的這個人 那麼他在接到了前面四個人所有簽字的命令以後 他本人要簽字他也要同意等於這五道程序走完以後 然後這個命令再次回到總統的辦公桌上 由總統這時候正式再簽署立即開始打擊 也就是總統簽發立即執行的命令時候 這時候這個命令就交給這個執行人 執行人就是參謀黨聯席會議副主席 由他親自按動這個按鈕 那麼這個按鈕一按核武器就打出去了 這是美國的法定程序 哪像馬克米利認為是川普又是命令川普 他自己按一個按鈕這個核武器就打出去了 這在美國這種法律國家 這種民主法治非常健全的國家可能是這樣去操作嗎? 在中國的話習近平如果想按個按鈕可能差不多 或者說習近平要按個按鈕 雖然要走哪些程序但是沒有一個人敢對習近平有一點反對意見 而美國不同 美國這五個人每個人審核這個命令時候都有獨立的決策權 每個人都有權利拒絕這個命令 每個人都有權利否決這個命令的 所以說經過這五道程序以後 最終這個命令由總統再次下達時候 這時候執行才成為這個實實在在的行動 因此你覺得像馬克米利講的川普總統他即使是精神不正常 他想把這個核武器把它打到中國去就可能發生嗎? 所以說這完全是給川普頭上扣起屎盆子 這個馬克米利真的是非常無恥的一個人 他在整個聽證會上面 他把所有的東西都賴得乾乾淨淨 他打電話他說是得到國防部長批准的 他說擔心川普去按鈕和按鈕 所有他的解釋都是根本不成立的 因此對於他這種謊話連篇的話 參議員霍利就要求他和現任國防部長奧斯汀一起辭職 因為在阿富汗這件事情上面你們國防部和你們軍人高級將領犯下了如此嚴重的不可饒俗的錯誤 所以你們應該立即辭職 更何況你馬克米利背禮了美國國家的憲法 能夠瞞著三軍總司令能夠謊稱是國防部長授權 跟共軍的高級將領能夠掙錢通敵 能夠在掙錢提供五方的重大軍事情報讓對方做好準備呢? 這不是叛國隊是什麼呢?馬克米利還是什麼辭職的問題嗎? 馬克米利是上軍事法庭的問題 好最後跟大家說一下就是大家都還記得 在今年四月份有一個河南的女的叫張女士 突然在上海的特斯拉這個銷售的這個賣場上 她跳上特斯拉的車子去維權說特斯拉剎車是零 這件事呢當時是有很多公司呢幫助她一起做這個局 受到黨國在背後的默許 也就是在黨國的一手操作下 在很多銷售公司跟她一起做這個局去陷害人家特斯拉的 到了9月27號就是昨天她突然發微博稱她本人呢已經收到了上海市清土去人民法院寄來的這個訴前調解一件證詢書 也就是根據媒體報導在她的這個民事書狀裡面呢 特斯拉稱張女士今年四月份這個車頂維權她侵犯了特斯拉的民意權 所以說要求張女士在全國各大媒體上公開道歉並賠償這件事 給特斯拉造成的直接財產損失 戰績是五百萬塊 那麼張女士呢她個人表示她本人呢現在跟特斯拉呢有兩個糾紛 一個是她起訴了特斯拉特斯拉的全球副總裁叫陶寧 說是陶寧侵犯她的民意權案 這個侵犯案呢在9月28號呢召開了庭前會議 第二個就是特斯拉起訴她侵犯了特斯拉的民意權 就是雙方都有起訴了 那麼對此呢現在上海市清土去人民法院呢對他們進行一個調解 也就是這個調解訴就是說雙方有任何一方如果不同意條件 那麼法庭呢就會轉入審理程序 因此這個張女士要為她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五百萬我覺得太少了 也就是說特斯拉這樣的公司如果告你一定是把所有的證據已經收集的非常齊全了 而這個張女士她誣稱這個特斯拉殺車失靈她是沒有任何根據的 而她在沒有根據的情況下對人家特斯拉進行污名化 並在全國全球都給特斯拉的名譽造成了極大的傷害 到了今天她不被告上法庭誰被告上法庭啊 你說共產黨黨國支持她 黨國當時支持嘛 黨國是為了借著她這個事去羞辱人家特斯拉去打盡人家特斯拉 但是你不知道黨國會謝磨殺驢嗎 所以說這個張女士今天就被黨國謝磨殺了驢 最終上海市清土區法院一定是維護特斯拉的名譽權 這個姓張的她就等待著付出至少是五百萬元賠償的代價 而且這個人的後果可能遠遠不止如此 這就是說你跟著黨國或你按照黨國的要求 幫著黨國作為一個工具作為一個小丑 你在大庭廣眾下你去羞辱別人 最終付出代價一定是你 因為黨國百分之百會謝磨殺驢 今天這個張女士謝磨殺驢的這個現象 就是明天孟晚舟被黨國謝磨殺驢的你所看到的一個結果 這就是共產黨她一貫的做法 誰跟著黨國跑你要麽跟著黨國一起進火葬堂 要麽黨國先把你殺了先把你送到火葬堂以後 然後黨國跟著你一塊兒死 好今天的節目就跟大家做到這裡謝謝大家 一次吧 我們也是這期一份 Brittany 賢 reminder 李卓 來賢 指挢 歌 指挢 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